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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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Style Master 觀眾朋友大家好 Style Master 告訴你那些年的那些是知懷舊系列 上次我們跟大家介紹了5060年代的生活樣貌 還有零食飲料等等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玩具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瞧瞧 走 一走進來有沒有穿越時空的感覺啊 你看牆上掛著這些琳瑯滿目的小玩具 相信不少人馬上被喚醒那兒時的記憶 你看像是這種太空氣球吹泡泡的小玩意兒 那其實小時候呢不只要比看誰吹得大 而且你邊吹有沒有肉縫 你還要在那邊黏黏黏 然後吹得越大之後呢 就會出息不易的去砸朋友的臉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 豆片的遊戲啊 相信不少人手中都有一張王牌 然後你可白突突突加厚 這樣子它才可以就是戰無不勝 那還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呢 就是抽抽樂這個小遊戲啦 那它除了有像這種紅包組錘掛式的一個這樣扯下來之外呢 它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像這種盒裝的 有可以抽零食糖果的抽抽樂 那我覺得要特別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綠豆糕版本 這個啦 它其實就是麥芽軟糖 然後上面灑上厚厚的綠豆粉 那因為它這個綠豆糕只有抽抽樂裡面才有可以說是超級限定版 而且數十年來口味都沒有變過 雖然呢這些很簡單的古早味的東西已經不常見 而且比起現在3C啊 手機或是一些聲光效果很豐富的玩具 沒有那麼吸引人 但我相信這些最簡單的東西是不少人的童年 而且是非常珍貴而且很單純的回憶 那大家要繼續鎖定StyleMaker 我們還會有更多更多不同系列的東西要推薦給大家 還有記得要幫我們留言分享按讚 我們會有禮物要送給大家喔